都可以回光了 可以回调了 好厉害啊 两架投篮机器人激烈拼斗 一分钟投进二十几颗球 这是熟悉电路模组和材料工程的学习成果 利用偏心原理的跳跳船和太阳能引擎 学习将光能转移成电能 而用手机遥控甲虫机器人 透过网络控制几乎所有事物 这是未来物联网的趋势 所有的东西都能够上网之后 它可以怎么样去获取这些资料 然后怎么样去控制这些产品 会对这些东西其实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兴趣 从108学年度起 科技领域列入12年国教必修课程 台中一群国中小还有高中老师 共组学习社群 透过讨论科技新知 培养动手解决问题的软实力 并且将自己的学习经验传承给学生 去实作 然后去实现自己的想法 然后再回到学校 可以让小朋友可以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成长 学生通过动手做解决问题 活用课本中的公式 读书不再枯燥乏味 实处过肩衰 就是有一个input output 就可以让你看到说 这个整个物理现象 它会能够让你说更好的理解说 你这公式到底在干嘛 你会就是很想去玩 你就不会想睡觉什么之类的 我这个睡过头了 结果就没选上 他们就利用课语的时间 跑来我这边 就旁听他们的课这样子 科技课程虽然目前还是选修 却堂堂爆满 师生互相激发灵感 享受科技带来的学习乐趣 这些有林文斌林香齐 台中报导